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啦 大家看到Google来还击这个Facebook 它主要不同 他就说Facebook大家有点诟病的是说 你发一个新闻出去或者登一个东西 你的朋友没有定义 就是说你的朋友们没有说 好我们是住在隔壁的是好朋友 或者是你是我大写同学或者是初中生 这整个都一样 所以他们对安全性就比较怕 所以希望Google 可是我看Facebook已经跑得这么远了 它已经7亿了 所以我说要三个月才可以看得出来 这Groupon这家公司是两年内超过5亿美金 新台并150亿 然后公司的版图跨变三大洲40个国家 然后吸引数千家创业公司 就是模仿它的运营模式 这就是Groupon 是啊 就是你刚刚讲的团购 就是团购的这种东西 对 富比士称它是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公司 是啊 它在2008年的时候 年底才成立金融海啸年底 大家都刚去跳楼的时候 它成立 隔一年营收3300万美元 但是到了2010年竟然成长22倍 到了7.6亿美元 被富比士杂志成为有史以来最快的公司 是啊 那要跨过营收这个门槛 就是7.6亿美元的 Amazon花了4年 Google Facebook Yahoo花了5年 Ebay是6年 那即使美国现在最夯的游戏公司 ZENGA 也都经过3年ZENGA 然后Google是2年 2年 所以你刚刚讲团购 对 就是这样 所以它的时间越来越短越短 所以我跟妳講 你2年的公司它的市值 我看这两个礼拜以内 应该会IPO 它差不多 大家预测差不多20个别人 就是有200亿美金 这样的公司出来 那你说它是Bubble吗 老天哪又来了一个Bubble 也可能是网路Pubble 对 可是也就是很难讲 因为我刚才讲 它是把客户拿到你家 它有它的获利模式 就是妳刚才讲的 它跟收取引擎不一样 像Ebay是有它的获利模式 对 收取引擎是没有获利模式 要靠广告 对 它这个不一样 它有它的获利模式 它是混合的 它是真的把货户送到你家 它有B2C 有B2B的优点 有Wave的 有虚拟的 有实际的 它真的是买东西 你买到东西是真的 而且是半价 而且你的经验不错 所以这件事情 现在还说它Bubble 我个人是觉得还太早 可是我是看到说 以台湾的例子 特别台湾是一个 大家想着就要买一下 好价格 就是 我个大碗 喜欢折扣的 大碗 大碗 收个大碗 这是我们的观念 所以在台湾为什么那么疯狂 就这样 在大陆一定更疯狂 对 可是问题竞争者太多 而且厂商呢 钱拿着就跑到 就不给你 服务 所以有很多问题 大陆问题现在跑出来很多 对 当然 就是因为太多家竞争 而且它没有这种性欲 没有那么强 所以假如你给它团购 我半价给你 然后你来了 我就带你到 坐在厕所旁边 那个位置这样 根本就没有了 就是没有 不是服务至上的 所以中国就是骗子太多了 大陆的缺点 然后你就是 你拿半价件的和 本来应该同样被服务 你拿半价件 因为你拿到Coupon来了 可是它就 本来应该都一视同仁 可是它就 Coupon我赚的少 我就帮你 可是像Coupon这种东西 像这种团购 像Facebook这种东西 它都跟Cloud有关系 如果没有云南云山 都做不到 是 是 是 你就没办法分析 这一档是怎么样 什么样的人会去买 所以云南云山一出来 它冲击的东西太多了 是 它冲击的 它后面就 你刚才是广告啊 夜精组的广告 就是一个方法 第二就是后面 它会计算你的购买能力 你上一次吃了牛排半价 好 那我下一次觉得 我这一次给你吃一个pasta 你大概会吃 然后下午茶或者是 所以台湾譬如说 有一家叫做Gomagi 这也是第二名的 它本土的团购也是非常强 他们都是做这样的分析 然后就说 我找的这个会员粉丝呢 他的特质是什么 然后他有这个粉丝的话 这么多粉丝 他就去看商家在商讨的时候 他就说 我不是要杀你家 事实上我帮你做 一起来做行销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 张明生先生 就是说你作为这个 驱事科技的创办人 同时你也跟田硕 你的好朋友合作 所以你们在北京有北京云基地 上海有上海云基地 现在哪一个最成功的 现在各有千秋 就是北京的云基地 是它的重点 是有特别的 大家都在那边 已经 三次谈到现在 已经有750个 一流的高手在那里了 所以它是以开花产品为主 那上海云基地 是以 它已经卖到上海 就是上海有软件 软件延期里面 他们的那些厂商 都是用这个平台在做 在上海是很清楚 因为它有一个浦东软件园区 对 所以整个上海的云基地 就是作为浦东软件园区的 这些人来支援他们 支援我刚才讲到五个S 它变成一个像 它变成像一个电力公司 对 小电力公司 就是它给它 云计算的平台 服务的平台 服务的平台 所以让这些软件园区的小公司 对 自己不用去创 自己不用去做一个云单中心 它可以使用 它专心地去做它客户的经验 这是一个问题 就许多人认为说 上海浦东的软件园区 对 有的人很看好 有的人根本不了解 是 有的人觉得它是bubble 你觉得呢 我觉得很简单 你现在要进去 几不进去了 就是这样 它要排队排很远 就要进去里头 设个公司 设个公司 而且它里面的办公室一屏的 以前在十几年前 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政府免费 什么给你三年免费 现在已经快要和浦西的办公道楼 或者是都快要价格 什么一平方米 不知道多少钱 所以已经在那里了 那HTC 我看到也是都 很多公司都跑到那边去 都进去浦东软件园区 对 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 就是整个变化 我是讲真的是 每三个月都变化一次 每三个月变化一次 那你最近去看了上海的云经济 对 那台湾的云端运算 从去年成立了联盟 对 那这个联盟 你旅学景也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核心 是 然后并且请了我们的公研院 一位教授 楼教授回来开始写 那到现在为止 好像指我楼梯想 林百里很不满意 当然所谓林百里不满意 不是指对旅学景不满意 对了 它只是说指的我们云端运算的发展速度 当然 当全世界已经跑到那个地方去 就是你讲三个月一变 三个月一变 你根本连下半年你都没有办法评估 更不要讲明年的时候 他觉得我们这一年下来 我们太牛不滑 你的感觉 对 可以再更快了 不过我是讲说 今年暑假完 就是九月份 它在台湾已经就有一个 真的就是用Tcloud做出来的平台 要正式发表 而且它有安全性 它用开研码 不必付 loyalty 不必付钱给美国 所以我是觉得它做到这个龙头 做得不错 而且更进一步的 它有一个叫中华云 就在北京营基地正式要开始 这都是在它 他是说10月以前 所以是有进展 不过我的意思说 不能只靠一个李协勤来拖整个大家 我是觉得因为 这个是我们国家竞争力的事情 所以你的感觉觉得说不用太悲观 但是必须要承认说 台湾在云端运算里头 整体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认识 包括投资者 包括社会的投资者 包括这个社会其他的精英 包括政府拥有权力的人 了解的程度不够 不够 这我要再谈到 因为我们这30年来做量产 一直量产 我们一直停留在那阶段 你做得最 因为你做得太好 以前是太成功了 所以你的太成功的核心技术 会影响你往这边move 你的公司要往这边move 这些是金矿 钱都在这里了 这边已经开始没办法 所以这个急迫性 我觉得最近 我看这两个业台 是有被这些iPhone Android打到 大家已经有肌肤之痛了 我想能够起来的话 那这样不是所有的工程师 就是一定要去硬体工程厂商 或什么你看HTC 他们就找很多这种软体工程师 林白里的公司 也都很多创新的部门 林白里的公司 他就干脆就是 根本找很多人来上课 来上课的人 都不是工程师 他有一个叫总裁学院 这个总裁学院 我们的记者去采访他 是这样 干什么呢 他就去请Stanford 一些其他的人来上课 来上课的人 都不是工程师 都是人文的 都是innovation 学心理学的 是心理学的 有的学心理学的 或人类学的 那都是一个怪咖 对那些工程师来讲 我看这些人会赌到你 是是是 他就逼他们工程师 腦袋要赚过来 这就是对了 因为innovation是这样来 要扩行业是人文的 是一种心理的经验 体验 所以你们都现在开始会起来了 哇 你们这个身价百分 光是做硬体工程 在写程式的 我想以后是没办法 所以做创新工程 创新的软体设计的人 是 身价百倍这样 对啦 要是这样 我们先进广告 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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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啦